埔里镇恒河木工坊 日全兼证蛋黄歌木制器具 给埔里镇阅读超过300本书的小朋友 并在日全举办颁奖的仪式 先议员王彩云肯定恒河木工坊的用心 也鼓励小朋友多阅读增加知识 将来能够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也感谢恒河木工坊的由董事长提供这么好的奖品 让我们埔里地区 我们在暑假期间 让小朋友来这里读书 又有奖品可换 我相信很多家长都非常非常的高兴 让小朋友在这里爱读书 又有奖品的一个鼓励 让他们在这里阅读他们喜爱的一些书本 这样非常好 我相信爱读书的小朋友 以后的成就是无限量 这次的兑换是五本书唯一点 累积60点共300本书 才能够兑换单黄歌的木制器具 对于这12位能够换取奖品的小朋友 先议员廖志诚也鼓励他们 要将这一个好习惯保持下去 这个逻辑也很好的就是说 可以增广所有的知识 各方面的知识都透过阅读 人家说秀才不出门 能知天下大事 和一些科技 最尖端的东西都是在书中 书中的保障可以取得 各方面的资讯 可以了解 灌输在我们的头脑里面 就能增加我们将来的小朋友 长大成人之后 他的思考和他的判断 和他的处事 各方面的稳重 我相信这应该是一个 很好的风气 副议长潘一泉也肯定 恒合木工坊的用心 并表示 阅读一本好书 能够增长见闻以及知识 学习前人正确的处事方针 进而在未来 能够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记者陈伟一 普理采访报导